投资要小心,有民众使用中信证券 明明没下单,可是却莫名其妙收到了违约交割简讯 实在离谱,中信证券被股民轰到爆 有民众7月1号上班时间收到中信证券传送的违约交割简讯 写说交割款仍不足153218元 需在上午10点前将款项汇入 而且还一次发送两封 但民众明明没有下单 更扯的是 打给客服却迟迟打不通 最后让民众气炸的是下午3点终于收到简讯了 中信证券表示是系统误传 会给200块的超商礼券当作补偿 让他直呼真的是无法接受 太夸张了啦,那自己管理的问题啦 会觉得有点奇怪 想说怎么会突然收到这个讯息 如果上班中收到可能会蛮震惊的吧 想说怎么会突然这样 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的心情吧 网友也轰爆说中信证券有够不负责任 真的要慎选交易商 干脆换家券商 毕竟违约交割不是赔偿利息 停止下单就没事 轻则是信用记录受损 影响开户交易 甚至留下记录 未来申请房贷车贷会有困难 重则必须承担法律风险 中信证券它这一次的有系统传送的相关的一些错误 那这一块我们也会请证销所去进行相关的查核 看到底有什么样的缺失 有没有违反我们相关的规定 毕竟民众明明没下单 却收到违约交割简讯 也被质疑中信证券内控出包 对此求证中信则表示深感抱歉 未来将强化后台作业流程 及人员教育训练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故事直播